女篮欠张卢一个MVP 有多少人被张卢彻底感动 如果可以给落败的球员选一个MVP的话 那一定要选内蒙古女篮张卢 WCBA女篮总决赛 四川女篮以3比2大比分战胜内蒙古女篮 问鼎本赛季的最终总冠军 但是鬼谷总决赛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不得不要说的是内蒙古女篮的张卢 张卢在这场比赛让我们见证了什么叫做女篮精神 什么叫做不服输的拼劲 在四川女篮拥有坎贝奇 拥有王思宇 韩旭 李梦如此强大的国手面前 内蒙古女篮想要赢下这次的总冠军 几乎是没有可能 但是内蒙古女篮却是将比赛的悬念 一直留到了最后一刻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功勋球员 当属张卢莫属 号称拼命三郎的卢哥 这场比赛出战39分钟 打满将近全场的张卢 狂揽全队第二高的18分 此外还有三个篮板四次助攻 当然得分并不是张卢 让我们最为感动的原因 令我们感动的 那是张卢在场上防守拼抢的身影 无论是积极的防守 还是不要命的抢断 让我们真的为张卢感到震惊 尤其是张卢一次次的倒地 一次次拼到了似乎已经浑身无力 但是他仍然像一位战士一样屹立不倒 我们之所以喜欢女篮 就是因为女篮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这种不放弃的努力 让我们为之疯狂 也为之感动 而张卢在这次的总决赛 向我们见证了 虽然球队最终失利 虽然无缘总决赛冠军 但是张卢依然征服了众多的球迷 是许多球迷心目当中 当之无愧的MVP人选 张卢之所以能够在总决赛当中 有这么多的机会出现在场上 同时也在中国女篮的国际大赛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这跟她的努力和拼劲是分不开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真的希望这一次的总决赛MVP 留给张卢 以此来褒奖那些不放弃的女篮将士精神 对于张卢在总决赛的表现 你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